一头大蜘蛛 黑乎乎 身上长满钢针般坚硬的长毛 它能有十五米长 飞速俯冲下来 八条猪腿漆黑冰冷如毛风 刺向王轩 抢她手中黄金光腾腾跳动的造化真经 在王轩的身边 那个绿发的精灵少女软倒下去 挨了一铁签子后 原神之血飙出 指都指不住 然后 她就歪脖子了 眼神暗淡 死在海底 被暗流冲走了 这么不禁刺 王轩诧异 才一千字而已 刚刺穿就毙命了 或许刺到原神核心印记了吧 但她没有愧疚之心 对方为了夺真经 先对她下了死手 她快速横移身体 避开猪腿攻击 那头巨型蜘蛛扑空后 急速旋转间 竟造成暗流激荡 形成巨大漩涡 王轩皱眉 这么庞大的蜘蛛 居然是一个生物的原神 很强啊 不过没有掌握超凡规则 并不能俯视她 瞬间 她挣脱黑色漩涡 然后遇见飞行 铁签子发出微弱的光 虽非激活的一宝 但是胜在坚固 吃 她在海底 身与特殊的铁剑合一 和黑蜘蛛数次碰撞 起初对方还有大辣辣 想要像是打孙子般 灭杀她 结果 请客间 猪腿被她刺穿了三条 让这位猪族的高手 简直不敢相信 她扒腿神猪 竟被一个矛头小子伤了 这简直像是梦幻般 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她是谁 一位爵士强者的徒孙 时常可以聆听到 致强者讲经 现在 她被一个小修士捅伤了 在厮杀的过程中 任她竖法成片 猪腿舞动成风轮 八杆黑色长矛 密密麻麻地向前刺去 都没用 她吃瘪了 面对她的攻击 对方只有那么一招 一千破万法 简单而粗暴 那铁签子真是邪了 刺透光幕 击溃竖法 刺穿她的大长腿 扎向猪身 让她痛得面孔扭曲 浑身冒血 原神剧痛难忍 最终 她逃了 忍无可忍 挡不住铁签子 被刺的原神上满是窟窿 都触及到她的核心印记了 然而 王轩没有打算放过她 最后关头 人剑合一 斩到贱密偏进出 像是扭曲了时空 速度超越常理 王轩以体外的金色 兽皮阻挡 硬挨了她大长腿的 两次猛烈刺杀 自身持铁签子 穿透她庞大的头颅 八腿神猪惨死 原神瓦解 被超凡光海同化 随海而去 一块绿莹莹的造化真惊坠落 王轩一把接住 十分满意 这将是她晋升逍遥游大境界的资量 不只是她这里 别处也在上扬对抗 有血腥杀戮 一旦有奇物被发现 都会引发激烈的争夺 超凡光海远去 冲刷出来很多了不得的东西 有些器物都不属于这个神话文明 让爵士高手都动容 半日后 王轩一共得到了六块造化真惊 接近真实的浓郁物质 不断被她的元神炼化 大境界关卡在持续松动 十三块 造化真惊 她眼神冒神霞 非常激动 在前方的深海中 散落着一堆晶石 墨绿色 深紫色 银白色 金黄色 简直是五光石色 太绚烂了 那种色彩让人迷醉 想亲近他们 王轩确信 这么多块超级造化真惊 被她的得到并全部炼化的话 她应该可以破关了 但是 距离有些远 她要是贸然闯过去 有可能会超凡光海冲走 再无法回头 会死在大退潮中 王轩冲出超凡光海 第一时间和方雨竹联系 反正是自己人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对她来说 下方有宝藏 必须得拿到手 方雨竹点头 道 关键时刻 我以精神四线牵引 为你定位 短时间不会被同化 你把握机会 广袤的宇宙 深邃的星空 超凡光海汹涌 远去 让人见之原神 都在轻颤 共鸣 这是超凡的最后余晖 扑通一声 王轩再次下海 深入到了危险区域 那一堆晶石 在随暗流而动 她感觉到了一道精神丝线 缠绕上了自己 不去多想 急速接近晶石 哈哈 造化啊 阿大和阿二适时出现 在后方笑着 并且毫不犹豫地出手了 他们不敢过去 隔着很远袭击 直接在海底 搅动起激烈的暗流 冲击王轩 这完全是损人不利己 自身都险些 被湍流的光海冲走 只为干扰王轩 让他丢掉性命 随大潮远去 你们两个找死 王轩怒了 他已经够低调了 没有主动招惹任何人 都是在被动防御 结果还是有人 一而再地主动袭击他 他在反省 自己是不是太善良了 没去针对他们 反被找上门来 关键时刻 方雨竹的精神丝线 将他拉了回来 他快速捞起十三块晶石 向着剑海处冲去 显然 即便强大如方雨竹 也不可能 让化成如丝如缕的精神 始终沉浸在光海中 快速退去 他需要用斩道剑 斩去那沿着精神思涛 冲击过来的超凡光海之力 他若是被同化 问题会非常严重 在岸上都一样会爆开 解体 不过好在此时 王轩游离了危险区 海底 阿大阿二黑黑的冷笑 再次干扰 联手制造恐怖的超凡暗流 将王轩向深海中轰去 最为关键的是 一声龙吟极为恐怖 震得海底动荡 翻腾不止 一条神圣巨龙 张开十二对羽翼 摆尾而过 他给王轩造成巨大的困扰 当对抗完阿大和阿二的他 还没有彻底回归近海 就又被巨龙吐出的光束轰重 他整个人在海底横飞了起来 随波远去 身体剧痛 这头龙强大射人 在岸边上就看到过他 是位爵士高手 神圣巨龙分化出一部分原神之光 来到海底 虽洗去超凡规则纹理 但依旧极强 一般的生灵没法和对他对抗 这一击 力道巨大 换个人就被他轰碎了 会原神消亡 王轩硬抗下来 皮外金色兽皮烈烈作响 即便如此 他的嘴角也溢出原神之血 他太被动了 在危险区域边缘被袭击 又一次落入深海 想反击斗难 轰 那头巨龙摆尾 他拥有真龙的身体 以及类似天使般的羽翼 神圣而璀璨 在这片光海中算是霸主 这里尤为适合他 搅动起的大浪冲击的王轩 陷入绝境中 离岸边更远了一些 并且 王轩刚才抓起的13块 各种色彩的造化真经 被震落出去7块 被那头巨龙张嘴尖 都给吸附了过去 真正是龙归大海 他在那里先天不败 占尽优势 王轩身体发光 化成剑轮 并且双目射出 丝丝缕缕的纹络 锁定岸边 他再强行回归 要脱离这里 搜 关键时刻 方雨竹再次施法 精神四线迅速出现 再次缠绕在他的腰上 带他脱离最危险的深海区域 哄 那头神圣巨龙 盯上了王轩身上的造化真经 再次冲了过来 翅膀展开 要震断方雨竹的精神四线 王轩在乱流中 随着汪洋起伏 几乎要被卷走了 身影在远去 但方雨竹实力至强 抵住童话的危险 精神四线不断加固 强行将他拉了回来 成功带到前海区域 不错啊 这都能活下来 没有被卷走 阿大和阿二的主人 那个银色短发的青年出现 笑了笑 在虚空中一展 要切断方雨竹的精神四线 方雨竹提前预感到了 瞬间脸去那里精神 哄 海底 几乎是同时间 巨龙冲到 猛攻王轩 要抢走他剩下的造化真经 与此同时 银色短发青年也微笑 临近这里 悍然出手 只手遮天 荧光澎湃 接连重击 王轩很强 但他现在面对这两大强者 共同阻击 身体彻底失去平衡 被两人打出的漩涡卷走 被浩瀚的光海冲向下游 谢谢呀 送我造化真经 银色短发青年 一把抓住王轩落下的几块 色彩斑斓的精石 收了起来 神圣巨龙也吸走了几块 一摆尾 去了其他地方寻找目标 他和银色短发青年 彼此间不愿对上 王轩远去 随着汪洋卷向更深处 他擦去嘴角的原神之血 被两大绝世高手的化身阻击 让他陷入绝境中 他极力向冲向海面 但是 光海深处的童话之力 牵引之力骤增 比戒海那里可怕多了 已经束缚了他 使他难以挣脱 最为可怕的是 超凡光海最深处 像是有神话黑洞般 吸引一切和超凡有关的物质 连他这种没有掌握 规则的人都受到影响 王轩竭尽所能地挣扎 对抗 原神之躯发光 仿佛烈焰在燃烧 他向岸边方向冲击雨游去 但是 水下 光海深处那股牵引力太恐怖了 拉着他 仿佛要进入光海中的深渊 他离海岸越来越远了 按照这个趋势 他必死无疑 回不去了 挖了个机 王轩心中浴火难吸 憋了一口沉重的闷气 被那头龙还有银发青年打入掘地 想报仇都没机会了 他拼死在海底 以铁签子刺向各种物质 比如翻滚的腐烂战舰 巨大的神铁块等 想稳住自己 不被拉走 但没有用 连那些巨物都在被牵引向光海中心 向死亡接近 他都要力竭了 原神之躯摇动 光芒不断腾起 奈何 深海中的力量不可对抗 他想补充体力都不行 不仅手中的造化真经丢失 连身上早先找到的那几块 也被银发青年和巨龙打中身体后 坠落了出去 我竟要死在这种地方 真是不甘心啊 太憋屈了 一瞬间 他想到了父母 想到了很多人 我还没有娶妻生子 还有很多遗憾 还有人在等我 我发现了虚无之地和陨石鹿 我还想看一看 他们的后面有什么 我才二十几岁啊 风华正茂 我还想重塑神话 他各种念头都有 断七八糟 不甘心地对抗光海的引力 最后关头 他也想到了两个元凶 银发青年将他打落深海后 分明带着嘲笑 还有那头龙 临去前冷漠中满事不屑 在蔑视他 砰 终于 王轩被卷向光海深处时 撞上了几块晶石 他赶紧捞到一块 吸收接近真实的超频能量 但是也依旧于事无补 他无法挣脱 无法逃离 吞噬超凡和神话的深渊 仿佛真的存在 引力在增加 他的元神都在轰鸣了 再这么对抗下去 他可能会直接解体而亡 这事 当被冲击到很远的下游 进入深海后 他见到的奇物越来越多 偶尔有大量晶石 像是鱼群般游过 很密集 太吸引人了 前方 色彩斑斓 竟有很多巨大的气泡 当中蕴含着更加接近真实的物质 王轩心头一动 他看到了某种熟悉的恐怖物质 巨大的气泡中 红色云霞如烈焰 如雷光 在那里汹涌 这和他在虚无之地 见到的红色霞光相近 十分爆裂 不止一个巨大气泡 而是成群成片 红霞成片 当然也有其他超品物质 冒险一搏 引爆他们 王轩发痕 准备拼了 想打破这片区域的平衡 冲出光海 只要离开海面 一切就都好说了 他冲了过去 挥动手中的铁签子 猛力攻击 破开这些巨大的气胞 不同的烈性物质瞬间冲出 一旦碰撞在一起 必然要爆发 其中那种红色物质 没有辜负他 果然和在虚无之地 所见的性状相仿 被激活后 简直似雷霆海般 他赶紧用金色兽皮 蒙住全身 换一个人的话 必死无疑 会被这种浓郁到极点的红色烧死 劈死 他像是至高火焰 又像是雷泽 只需要少许 触及人体 就能使之化成结灰 那时 王轩打破这里的平衡 即将引发滔天巨波 墨地 他瞳孔收缩 看到了无比神圣与璀璨东西 一定要攫取到 带回去 回头我就能突破 去找那头龙和银发青年报仇 他貌似冲了过去 他冒死冲了过去